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正如《稻妻》片中《八重神子》所提供的情报 知识在虚迷是作为一种资源来被管理 而用来实现这一点的 是由神之心所运作的 由前代草神大慈树王所留下的遗产 名为虚空的系统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点是 在虚迷大部分的人们 尤其是成年人 似乎都是不会做梦的 所以也有了 虚迷人不会做梦这样的说法 而当地人也会认为 这是一种理性与智慧的象征 而非常自豪 虚迷森林恰到好处的湿度和土壤 非常适合训练的繁衍 为了增加繁衍和保护军群的能力 训练发生了进化 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物种 训兽 最高级的训兽 更是进化出了很强的动物性 具有灵力意识和不弱的攻击性 丛林中也栖息着各种各样的动物 其中也有不少神奇的生物 在虚迷 我们还会遇见一个新的势力 镀金旅团 它们是来自沙漠古文明的移民 不加入任何国家势力 而是以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讨生活 也就是雇佣兵 在丛林之外的广袤沙漠中 同样掩埋着许多过去的伤痕和遗产 有守卫着那些被黄沙淹没的 古代秘密的超文明机器 也有受到这些事物影响而异化的凶猛野兽 镀金旅团也掌握了一部分古代文明的遗产 作为应对危机时最后的威慑手段 具体是什么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主角在虚迷的旅行 同样会邂逅各种各样的伙伴 作为智慧之国 学者型的角色当然是必不可上 比如作为生论派的学者 如今正在担任巡林官的提纳里 在奥摩斯港邂逅 出身教领院知论派的埃尔海森 此外 其他各方势力的角色 也会与主角产生交集 比如作为沙漠子民 隶属杜金旅团的雇佣兵李西亚 还有独辟西径 在虚迷这样的智慧与理性的国度追求艺术和舞蹈的一路 而随着旅行的继续 神秘少女纳西达 还有大风机关塞诺等角色 也会依次登场 至此为止 旅行者的脚步终于将要抵达虚迷 不论是沿途的风景 风土人情 还是身边的旅伴 都将会是全新的体验 我们衷心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场值得期待的冒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